昨天立法院三读通过最低工资法 有专家分析这对于独立的餐饮店或是小店家来说 恐怕会受到冲击 因为除了原物料成本上涨缺工危机之外 现在又多了人事成本的问题 一旦业者撑不下去 就怕会转嫁到商品定价上调整价格 那么新一波的通膨会不会再出现 还要持续的观察 另外还有连锁餐饮业者表示 就怕可能会掀起一波导电潮 快到用餐时间老板娘正在备料 餐饮业真的很辛苦从早忙到晚 12号立法院才三读通过最低工资法 对此有专家分析 部分独立餐饮店或小店家 恐怕会受到最大冲击 怎样讲的都跟不上了 现在是硬硬 硬硬硬也不好受 做小本生意的餐饮店家 有苦只能往肚里吞 由于近期不仅面临原物料成本上涨 缺工危机之外 现在最低工资法通过后 恐怕又有人是成本的问题要面对 一旦业者撑不下去 就怕会转嫁到商品定价上 有定价今年初已经调涨过商品价格 担忧客人减少 如今直呼已经不敢再涨价了 看看明年元旦起基本工资月薪从现行26400元 调至27470元 时薪由176元调至183元 不止小店家有苦难言 连锁餐饮集团的业者也这么看 一旦商品调涨会不会再迎来新一波通膨 后续还得再观察这杨宗燕王秋明台北报道 这杨宗燕王秋明台北报道